在2006年做了一個研究 芬蘭在2006年做了一個研究 它證明說 其實如果說小朋友在出生以後 然後長牙齒一直到他兩歲這段期間 如果媽媽她有定時每天 嚼死無糖的木糖醇口香糖的話 其實她的小孩子她在結束研究之後的 三歲跟六歲呢都得到了一個結果 就是說小孩子的牙齒的蛀牙有比較降低 而且口腔的煉球劇的量有降低 所以就證明了一件事情是 爸爸媽媽或是媽媽本身口腔裡面的狀況的好壞 會影響到小朋友的牙齒的好壞 那我們注意說媽媽跟爸爸要注意就是說 小孩子在出生以後長牙齒的過程到兩歲之間 其實爸爸媽媽的口腔健康是重要的 首先我們希望爸爸媽媽能夠先把自己的牙齒修理好 然後呢而且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然後清潔的習慣降低口腔裡面的變異型煉球菌的量 然後這樣子可能會使我們的小朋友的牙齒的狀況比較好 並且他口腔裡面產生變異煉球菌的量也會降低 那進而呢蛀牙就會降低 那其實在不方便的時候 其實媽媽爸爸其實可以嚼死無糖口腔糖 含木糖醇的 那事實上呢應該也會有 當這個口腔裡面的煉球菌降低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終於在一點點 準備好了 OK